问谈的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我在高雄中广台 再次访问到韩国与韩市长 今天有机会再跟韩市长来交流 最主要想跟他分享一下 他在高雄市政上的经验 尤其最近沸沸扬扬的登革热 中央跟地方一直在谈论这件事情 我们也知道韩国与韩市长到中央去争取预算 也碰到一些问题跟沟通上的问题 所以今天最主要我相信 所有的高雄市民都非常担心 也很关心高雄登革热将来要怎么样来防治 甚至登革热会对大家造成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尤其健康上的影响 还有各方面的影响 所以今天最主要请韩市长来 除了分享他高雄市政的经验以外 我知道市长我们做事情 最重要要路灯亮马路平水沟轻 那当然这些以外更重要 还是现在所有市民最关心的登革热的问题 为什么今天我请韩市长来谈这个问题 因为在2002 2003之后高雄也发生过一次登革热 而那次疫情非常的严重 那个时候我是环保署署署长 我跟高雄市政府我们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而且经过六个月的努力 我们才把登革热的疫情压制下来 所以今天韩市长要处理这件事情 我们相信韩市长在这段时间 对于登革热的处理 以及整个疫情的防治 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想法跟作为 我们也请韩国瑜韩市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谢谢 谢谢我们好龙兵副主席 亲自来高雄跟我们一起来讨论登革热 非常感谢 还有各位听众朋友 那目前为止我们高雄的 截至目前六月二十六号 大概目前为止我们本土的登革热 已经发现了阳性反应有二十四例 那么整个境外的三十例 总共五十四例 那事实上今年二月份 在前证区就发现了第一例 那你看看 从二月份 到六月份 这将近四个月的时间 是属于没有法 也就代表市政府 采取的一些作为 是有效果的 六月份之后又保法了 这是我们现在非常非常担心 现在我害怕主要是有三个地方 第一 就是今年预留七十年来最热的冬天 对暖冬 这是登革热最危险的一件事 还有雨季 对加上多雨 那每一次消毒完毕之后雨水一下 又等于这个消毒 白搞 白干 然后呢 第二个害怕就是像新加坡 这么干净的国家 结果新加坡都为它的环境觉得 称赞 但是新加坡呢 今年为止已经四千个比赔 所以这个也让我们非常非常恐惧 第三个就是 今天的高雄 跟过去的高雄 应该在2002年 2003年的高雄 不一样 因为全台湾 全世界都在看高雄 那暑假的时间呢 我们认为有什么观光客 会来高雄 尤其东南亚的 不光是东南亚 现在你看七月份 有人要来办世界选美啊 有人要来办各种活动啊 有人来观光旅游啊 那个人一爆发 观光客一定会害怕 那观光客一定会害怕之后 对我们高雄市来讲 损失惨重 因为观光财 观光的收入是很重要的 所以对这个高雄市的形象 打击太大 所以在今年二月份开始 天气暖和 春节一过完 我就找了副市长 的卫生局环保局 我们就讨论 我说今年这个登革的爆发 那就是不得了的大事 所以事实上 我们在几个月前 就订了每一个礼拜三 我们反登革日 可是我觉得 会有使教 我就把警察局局长又找来 我说局长你首相 除了警察之外 你有很多 民防 还有巡守队 议警这些 议刑 你能不能帮忙一下 这次连 议警议刑都投入 警察局长 立刻说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今年就是 整个这几个月来 对登革日 我们本身的本质是非常紧张的 再来一个就是 陈金曼副院长到的时候 我就跟他聊 我说我有 心里面有一个疑惑 为什么就是说 每一次就在这个区块 三明区这个区块 三明凤山 三明的被 为什么会比较高 那我就一直不停的问 我也问了当地的一些 大佬 一些年纪比较大 他就讲那个金石虎 以前他们小时候水位高 感觉没有这么多 那现在水位低了以后 水又不动 所以我一直在问 这两天我要到海线去 跟海线人交换一件 海线人就教我 就大家都在集思广益 海线人就说 市长 你要不要把海水 想办法调动到水沟 我说这个要研究一下 如果有海水 蚊子的这个幼蟲 就不容易生长 就大家都在集思广益 就怕登革热爆发 问了很多人 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说 大陆鱼 把大陆鱼放下去 有水的地方放鱼下去 鱼去吃决鱼 这叫生态的一种工法 所以我们一直在问 那市政府这边的努力 非常紧张 每天下午四点半 每天下午四点半 我们秘书长 亲自召开登革热 每一天 大概已经开了差不多半个多月了 事实上我们是非常紧张的 其实刚才 韩市长讲了 三件登革热的防治方式 第一个就是用海水 来影响水的炎度跟酸碾度 让绝绝没有办法生存 另外把水位降低 让整个身高 让整个环境里面 登革热潮湿的环境 生态的环境来改变 另外用鱼来吃 其实事实上在2002 2003那只登革热防治的时候 我们也是在三明区跟凤山区爆炸 登革热爆发 登革热最关键的一个因素 还是就是怎么样来消除 又从灭纹 整理环境 我记得那个时候在三明区 甚至在这个凤山区那边 有一些废弃的房屋 就是人家搬走了 很久以后 房子里面杂草重生 瓶瓶罐罐 垃圾丢在那里 那是一个登革热最容易生长的地方 另外有几栋大楼 建到一半 那时候经济不好 结果倒了 倒了工地里面非常多的积水 我甚至我还记得 我到了三明区一个大楼 它整个地下室是全部水 那你走到里面 你都不要去用开灯看 你听那个蚊子声音 都听到非常多 那个时候结果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是丢盖斑豆腐 丢到那个池子里 就是这样去灭蚊的 那而且 你就会去吃 你就会去吃 所以其实这几个方法 都是一些 现在我们在灭登革热中间 有些不得已的时候 我们就采取这些方法 可是最关键一个因素 其实刚才 国伟兄你也讲到了 登革热在地方上 不是只有环保局 卫生局 大家直接想都是环保局 卫生局来做这件事情 事实上警察局一定要参与 因为很多刚才我讲的 有些废弃的工地 甚至有些长时间 被屋主不居住的房屋 你必须要破门而入 登革热的是这样 就是登革热像埃及搬纹 它的活动范围 是500公尺 当这个地方有一个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们就是以这个疫情点为中心 画500公尺半径 然后整个这个地方的环境要清理 整个的灭纹 消毒 甚至在处理到 尤其像这种一个废室的房屋 废室的工地 或者是人聚集 然后已经产生群聚感染的地方 我们都是要这种方式来处理 所以不是只是专业的卫生环保 很多时候要警察 警察你要破门而入 甚至有些没有人居住的房子 空屋可是有屋主的 你要怎么样来跟他们协调沟通 所以民政局也要在里头 我讲到这里 就是我想分享一个经验 就是其实在我那个时候 做环保署署长的时候 基本上因为登革热关键 是在处理环境 环境清理 所以当然是环保署要很重要 另外环保的专业 包括你高雄市政府的专业 其实对灭登革热来讲 都是不够的 重点是在集管署 就是那个时候局管局 其实人才经费都在集管署集管局 所以那个时候是以环保署为主政单位 集管局为卫福部为幕僚协调配合的单位 更重要要法务部 要国防部 要人力 要国防部 还有内政部的警政署都要来配合 所以中央要有一个 中央的主要的一个主政单位 通常都是环保署 然后再来地方 然后幕僚单位是集管署 是卫生卫生卫福部的 然后再来地方上 也不是只有 那个时候像高雄疫情很严重 不是只是对高雄 文字是不分国界的 对 尤其我们并不是你在高雄 他就不过高雄县界 或者是到台南或者到屏东去 这个区一区附近 整个 不过登革热的文字有一个特性 不晓得国瑜秀 你知道登革热的安息单位不过北回归线 对 不过很奇怪 他不过嘉义 所以你真正要防止登革热 本土性登革热爆发 通常一直嘉义以南 所以跨县市的合作也很重要 所以今天高雄是在尽心尽力做 如果说其他的县市不配合 那这个登革热还是压制不下来的 尤其今年是暖冬 更重要的是今年又是雨季又多 那所以整个登革热的疫情 当有虽然现在只有24个例子 可是登革热一发生是几何几数 你环境经历不好就是几何几数 所以这件事情啊 我觉得中央的配合 中央的支持 甚至中央的主政 来跟高雄政府的配合非常重要 那我也看到国瑜兄 以高雄市长身份到行政院去 要求啊 然后中央来协助 我不知道现在中央跟地方上的配合状况怎么样 现在中央当然对外宣传都是权力支持 拨了我们5300万 那重点是在这个拨的过程 所以可能我个人呢 有一点点没有面子 有一点点被嘲讽修理 但是我个人是想 高雄市民的生命才是事情太大 其实另外全台湾包括高雄以外 限制的登革疫情防治 这不是只是高雄一己之力了 能做到的 对 当然我当然是希望中央能够采取的 刚刚向你 陈如你所说的 在这个病还没有全面大爆发之前 就可以说就是权力 成立一个由中央来主导的所谓资源的一个架构 可能是临时编制 那整个未来要再执行的时候高雄市民可以冲第一线 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人力 以物力财力 还有组织全部来支援我们 这是也许我是一厢情愿的 这个是必须的 因为我也问过张善政院长 他也说 他在当行政院副院长的时候 一听到登革的爆发 他也亲自来到高雄 筹主像林刚刚所说的一样 中央高雄 联手来防疫 那这个都毕竟 那个时候是陈菊主政 对 就是说不同政党没关系 蚊子不分人群 蚊子也不分蓝绿 那咬到就是咬到 然后发病就是发病 如果像这样的话 对高雄市来讲的话 说实在我们在防疫的时候 可以得到更多的帮助 那这一点我是觉得 行政院这边应该要有这种认知 要全力来协助高雄 那现在我们 国防部这边是7月1号 我们请化学兵过来 就是您讲的每个发病点 我们附近一定的距离 500公尺 600公尺 我们就开始消毒 我们大概四个区块 三民 凤山 林雅 前阵 我们就开始先去进行消毒 那在化学兵动员之前 我们必须跟他先沟通 那这个等于是国防部也动 另外根据这个 传染病防治法第38条 也规定 就是如果你这个房子里面没有人 可是我们又觉得有资深员的话 就是有可能在爆发的区块的话 我们会配同当局里长 我们直接开门 但如果有法务部检察官支持 那就更好 有的时候是一定要有法务部检察官 所以就是那个通过可以破门而入的法 就是2002 2003那时候 陈定南部长协助我做到 法务部长来协助做 所以这个一定是很多 是高雄市政府没有办法来做的事情 高雄市政府不能只会检调单位 当然这个并不是要来办案而是要来消灭登革热 一般来讲检调单位都愿意来配合 就是协助来开门 然后不会进去处理 你清理人家的环境 处理人家的 不会有争议 可是这个就要法务部来做 所以我其实想 请教郭一雄一句话 就是到底现在 苏贞昌院长 以及现在的行政院 跟高雄市政府之间 配合的状况怎么样 我为什么要为这句话 就是当时我在做环保署署长的时候 那时候行政院长是游喜坤游院长 游院长找我去 然后赋予我这个任务说 希望环保署全力来防治高雄的登革热 那时候高雄的市长是谢长平 谢市长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卫生局长是陈永新 也是我们以前在立法院的同事 立法委员 然后环保局长是张风腾 那我去 他说这个任务交给你 就是你全权负责 他给我两句话 让我听得蛮窝窝心的 他说现在原则上你全权负责 我给你保证一件事情 你要钱有人 要钱有钱 要人有人 你去给我做这件事情 所以当我到八军堂来拜访的时候 就把这个讯息传 国防部也来配合 那我去拜访陈定南 陈部长的时候 法务部马上一个文就到高雄来 就是说要求这边的检察官 当我们需要找人去开门 有的是很漂亮的一家住宅 里面就是人家出国 几年没回来 你看到这个草栅呢 然后你也知道这附近就是并没有人之间的地方 可是你要去开人家这个门 你 人不在 找不到屋主 你必须要去 这是检察官配合 所以中央的配合很重要 所以我想请教 就是也是现在你的感受中央跟你的配合 就行政上资源 我们还没谈经费的问题 因为刚才你讲了 说现在给你5300万 2014 2015 那是登革的大流行的时候 那中央给到地方的 2014年是3.9亿 2015年是9.6亿 9.6亿 现在是5300万 那当然这个差很远 经费上 经费其实不一定要拨到你地方来 经费你家环保署 甚至疾管局 愿意出的经费 重点是你要把这个疫情整个压制下来 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 中央有没有组一个跨部会的小组 然后有一个甚至部会首长 来负责主政 协助高雄市政府来做这件事情 苏贞昌院长把我找去说 博一兄 权力扑灭登革人 你要钱给你钱 你要人给你 我当然眼泪就会掉下来 他没讲这句话 那讲起来 其实一句话 就是 苏贞昌比不上游锡坤 真的 这句话应该要让游锡坤来跟苏贞昌两位院长分享一下当初处理登革人的状况 其实那时候我正听得非常窝心 你要钱有钱 要人有人 可是你要给我一个期限 什么时候你把登革人扑灭 对啊 你说听到上级长官这样子讲的话 我想一定是很感动 现在我们高雄市政府这边真的是卯足了权力 但是我们是不靠天不靠地 好像完全自己救自己的感觉 其实中央如果像陈如你讲那个架构要是出来的话 所有的部会全力配合 然后成立一个应变小组 全力来碰面登革人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疫情防止有巨大的帮助 那如果说现在就全部由高雄市政府 现在状态出租 市政府全部在冲 环保卫生警察 然后民政全部在冲 事实上 你说他有没有开会有来 然后他派了一个中级官员来 你说卫生局 我也插一句话 那个时候极管署 局管局局长根本住在高雄 那段时间 在处理登革人的时候 我做环保署长是住在高雄 这代表决心嘛 对对对 跟行动嘛 我就指挥官我就住在第一线 对 一定要把你扑灭完毕我才离开 对对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 对 尤其是这种疫情跟天然灾害的时候 指挥官的决心跟态度 对 非常非常重要 那截至目前为止 我们还感受不到行政院 有这么强大的支柱力量 来帮助高雄 钱拨了5300万 那差远了 因为2018年 中央拨到地方上的登革人预算 我也查了是2.3亿 那个时候没有登革人的明显的疫情 今年是跟去年非常不一样 今年登革人已经有纯粹欲动 这是有风险在这一个时候 对 而且这种病例的这种爆发 你想想看 比较一下泰国 比较一下这个缅甸 然后这几个周边热带的国家 再比较一下新加坡 等于是说 现在中央政府跟高雄台南是 台南也是潜在的 会爆发的疫区 过去不在高雄就在台南 对台南跟高雄 变成我们一定要赶快预做 赶快采取行动 已经没有时间再拖 当然黄伟哲市长前一任讲的话 我听了也蛮感动的 就说如果高雄市需要资源 台南市也愿意来资源 其实隔壁的城市 绝对绝对是有这种心理状态 大家携手合作 那现在我相信 台南市要协助我们 但是我更迫切的是需要 中央政府提供其他的协助 对 其实我绝对没有 就是青市高雄市的卫生局 或者是台南市卫生局 甚至包括黄伟哲市长 他是公卫专业好像他学过 包括赖清德也是学过公卫的 可是真正在灭文这块里面 有些专业并不是卫生局 他们的专业 而疾管署绝对有这样的 比如说你在什么地方 你要用什么样的药 你是要用什么方式的喷洒 你要怎么样来清理环境 甚至今天登革热虽然是以埃及班纹为主 白线班纹也会传染 那到底这些 你到底甚至这个 到底得病的人的 他的登革热是第几型的病例 这些都不是一个卫生局来处理 或者一个县政府市政府来处理的 这方面的专业 真的需要高雄市政府积极跟中央反应 也真正希望中央包括行政领导包括环保署包括卫福部甚至包括法务部跟国防部内政部 真正能够通盘配合 我们才能做成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继续访问 好谢谢 其实主要我们等一下在台湾 其实防御作战我们要讲登革热有多危险 登革热重点不是第一次的第一次的第二次 那现在不要讲别的从2014到现在高雄被咬过的人 第一次的保守估计百分之二有 人口中有百分之二的有 百分之二一定有 那第二次如果被咬到死亡的案例如果处理不好 或者发现过完 就百分之二十 二十吗 死亡率 对 所以我们等一下谈这一块 对 然后再谈一下经费的问题 这是第四行 第四行 那你需要查 对还有就是你要查2014那次是第几次 对第二次 那就完了嘛 所以现在我们就很久了 我们等一下就谈这一块 对 还有还有这个还有 2002还有一次那些人也都还在 嗯 他只要登革热被咬过一次 他永远是在里头 嗯 那第二次只要是交叉感染 死亡率就是百分之二十 嗯 你让大家知道 现在就是比较紧张 对 对 比较紧张 而且最主要这一步的 我们可以开始 可以 那我们就开始 那我来用Q 好 不用说 不用Q 你告诉我就开始 好 三二一开始 大家好 我是郝龙斌 现在进行节目是中广论坛 我们邀请到来宾是韩国瑜韩市长 我们在这里一起分享 韩市长在高雄处理市政 尤其是现在登革热的疫情防治所做努力 以及登革热的状态 目前的状况 以及我们未来该努力的方向 各位就我了解啊 登革热基本上分了五行 对 那登革热一般来讲第一次你被蚊虫咬到得登革热的时候就是发烧一下子就好了 对 甚至你以为你是感冒其实你是登革热 对 第一次不严重 可是登革热危险在他这五行中间 如果你第一次跟第二次被咬到的类型 登革热类型不一样的时候 那两次交叉感染死亡率是非常高 一般如果你没有及时发现及时治疗 死亡率是20% 那高雄在20142015的时候 曾经有一次登革热大爆发 我也统计过 那一次的登革热总共受感染的人数 在高雄市总共加起来是三万五千人 那2012 2013还有一次大爆发 如果同样的现在高雄市的市民 被登革热的病纹咬到曾经有过第一次感染的 应该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二 这个数字应该可靠 应该有 三万五千人 278万人口来算 也就差不多 对对对 那所以 所以假如说这次的登革热的病媒文 已经发病的病情 不是第一次 就是2014那次 2014是第二型第三型 对对对三型 这次是第四型 第四型 所以这个万一被咬到 就是交叉改 换叉说这次万一 过去得过登革热 这次再被咬到的时候 那其实死亡率是非常高 医疗的照顾是要非常密集的 对 所以这部分我想可能 国医兄你也一定了解 那现在怎么样来处理这些事情 我觉得 我们现在这个就非常的紧张 那是还好有几百个诊所 跟我们的配合 这个栓塞的时候 检验速度加快 另外当时我们也编了一些预算 我外籍的 五千三百万是不够的 对 还有我们还编了一些 大概有一百一十三万左右 所有的外国来的 劳动力啊 朋友啊 这些 你一旦有发烧 我们就送你一张领券五百块钱 欢迎你去检查 检验 是不是外来型 那我们现在担心 第四型 当时你身体没有抗体 如果真的再一次的感染的话 死亡率会提高 对 大概在百二十左右 对 这个是最恐惧的事情 对 所以我们再三呼吁说 我们也所有的学生的家长 我们都写一封信 要再三拜托市民朋友 光靠政府的力量只不够 所有的社区 所有的市民朋友 自己要动手来清理自己的环境 那么也看到像有的 就是爆发的地区 在聊天 还是有人 整个上衣都不穿 在聊天 因为天气热嘛 然后整个光的臂膀啊 然后内衣也不穿 就坐到那边 就像我们小时候可以看到那个画面 我们觉得这样子都比较危险 对 所以说每一家 每一户 每一个人 都要从自己开始动手 特别容器啊 盆栽啊 因为今年 这个登革这个第四型的这个疫情 我们绝对要控制它 不能让它爆发 对 这个爆发下去是不得了的 对 我想这个 尤其是中小学生的教育非常重要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在做的时候 就透过各级学校 然后要求他们 在家里的时候 你家很多人都住 您刚才提到 盆栽 盆栽有时候浇水 水底下有一点点的水 或者是一些瓶子 丢到一些废弃的垃圾藏水 里面有点积水 那是最容易让病霉纹之身 尤其埃及班围之身的地方 埃及班围跟这个白线班围不一样是 它是反复的咬 它今天咬完你还咬边 白线班围是一次吃到饱 吃到饱 它吸一次 但是它就大概要等到它很长时间 它要讲第二个人 埃及班围这点是跟白线班围不一样 而埃及班围为什么散播灯格热这么厉害 也是这一点 所以郑各的卫生教育 环保教育 透过学生 下到所有的家庭 要家里面每一个住户 有时候你看 我有一次灯格热 我到一个富翁山的家里 他们带就是一些专业人带我进去 他们说这个房 我们保证可以 因为附近一区 一区进去就带一家一家房找 我们就看到 其实有些家里养的兰花 养的什么 非常好 底下都放一个盘子 浇水 有些水在里面 你一打开 里面都是绝决的 没错 所以怎么样清理环境 在家里没有任何积水 尤其是干净 你以为很干净的水 里面呢就是绝决 置身最多的地方 所以这一部分的教育 可能现在是 卫生局 环保局跟教育局 要积极在做 对对对 有些变成高中市民 没有变成 非要认识 登革热不行 对对对 而且这个环境 这个状态 已经逼到我们 不认识登革热 不防止登革热不行的时候 对 你说全部 完完全的扑灭 从此有高雄 就没有登革热 那这个难度 已经很高了 不可能 所以说变成 我们大家提高警觉性 市民朋友 像现在随着宣传车 垃圾车 我们也去宣导 随着小孩子读书 回家一封信 给爸爸妈妈 防止登革热 社区里面 也不停地动用立功 然后动用里长 林长 巡守队 一直不停地宣导 最终还是市民朋友 要了解 这一场扑灭 登革热 绝对是 全市一起 自己动起来 自己的高雄 自己救 这讲白了 讲起来蛮伤感的 自己高雄自己救 其实应该是 自己的高雄 需要中央帮忙地方 高雄市民 也是台湾的子 当然啦 也是 而且尤其这个地方 在民进党主政 其实多少年 原高雄是20年 原高雄线33年 现在换了一个 不同政党的市长来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 从政党的立场 意识形态立场 或者因为韩国瑜 打败了民进党的高雄市长 然后当选市长 这个角度来 然后对于韩国瑜市长 处理登革热 不给予充分的协助 甚至把所有的责任责难 加到韩市长上 这是不对的 那太low了 太low了 太low了 今天登革热的防治 不只是中央跟地方要合作 我刚才一再强调的 应该是中央主政地方配合 因为地方真的没有足够的专业能力 这要多少的医疗人员的配合 多少的检验单位的配合 在第一时间发现登革热 有些人得登革热 不知道他是登革热 很多人是这个样 那另外还有就是 你要知道这个环境中间 用什么方式来做灭纹 怎么做环境清理的工作 更重要的是 这个也不是高雄 高雄市环保局的人力 跟刚才国一兄讲的 你动员大量警察 一销志工这些来做 那个人力是非常大 我印象中间 当初我们在做清理环境的时候 是整个南部军团 所有的兵力 整个来协助我们做 结果我们才花了三个多月 才把整个人登革热 那时候是登革热已经爆发了 也是非常多的案例 不是照您讲的几十个案例 可是我们就是在几十个案例的时候 就要小心 为什么 他是几棵几树 当这个地方有疫情有案例 这只蚊子咬了一个人 他盯到谁谁就得 所以这个事情是 人家讲说演习四同作战 尤其你军人出身 你已经在演习的时候 可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防疫四同作战 而且这是生命有关的事情 郎美国主委 您做过中央反暴事局 做过台北市长 那你又亲自 2002年来帮忙高雄 来突灭那个热的疫情 您觉得 这个东西不要有政党色彩 对 您觉得在中央跟地方 分工的比重上 消灭登革的大概的比例 应该怎么分 这个其实这个事情 我想过 我们并不是把高雄市政府 看小 高雄市政府本来大概也就就 层级就 相关的预算 差不多就是一个部会 跟中央部会一样 所以院侠市长就是到行政院列席 也是差不多这样一个想法 那你想想看 我直觉马上想到该参与的部会 其实不只是今天处理登革热 你是要跟中央配合 屏东台南也要 其实整个应该是南部区域的登革热防疫大作战 没错 从嘉义以南 整个要一起来配合 一起来做 而这件事情 你可以靠私人的交情跟黄伟哲 靠私人交情跟潘孟安 可是更有力的一个方式 是不是应该中央召集 甚至如果是一个行政的副院长 召集相关的部会 加你们市政府的县市首长 一起我们大家把整个工作分好来做 如果这么多人来分的时候 你想你高雄应该占多少 我说你如果能够占到 百分之二十五 你承担四分之一登革热防疫 你已经是非常负责任的市长 所以你讲这个概念 其实我觉得非常重要 就从台南一南 每一年定期 不完春节之后 三月份春暖花开 我们就防疫作战的体系就要出来 由中央直接来主导 这三个县市 那这三个县市 所有执行单位全力配合 因为我觉得这 我就不太懂 现在就是好像是说 这件事情啊 高雄市政府或台南市政府 可以讲说我经费不足 人力不足 可是今天这是个人命关天的事情 中央没有理由说我经费不足 人力不足 只是这个钱要给到哪里 这个人要配置在哪里 这个专业的人要在哪里进驻 是这些问题 而不是我们经费不足 人力不足 请你高雄市政府好好努力 所以我就觉得这次登革日之后 我当市长上来 我就感觉到 从这里可以 检讨出一些想法 像你讲的 每一年过年之后 中央这个防治 登革日的机制 其实就可以启动 对 所以未来 不管行政院怎么去思考 因为你已经可以研判 在台南高雄屏东 登革日是跑不掉的 那每一年就开始自己启动 那如果把这个变成一个SOP 一个标准程序 本来就该这样 所以这个建议非常好 本来就该这样 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是火烧屁股 然后发现疫情呢 在开始地方政府开始动起来 然后地方政府力量不够 开始向中央申请援助 既然它是一个 每一年都会发生 那只是大爆发 还是小案例而已 那这个就要常态性的去做 对 等于必须常态性 郭宇兄 我觉得你刚才谈的这件事情 非常好 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谈话 非常有建设性 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 你再积极在这里 处理登革日 要求中央的资源配合协助 更重要的 我觉得像你现在这个想法 直接像是在行政院会提出来 有就是2月的时候 就有一个登革日的防治疫情会议 应该就南部克县市首长 加上所有 甚至应该有行政院副院长 或者一个政务委员来主政 这方面专业政务委员主政 因为真正如果你从2月开始 来做这个疫情的防治 环境的清理 我们5、6月大概已经可以掌控了 不知道现在这样 有一点点稍微有风险的状况 那到7、8月雨季 到90月 温暖的这个病霉纹支撑最多的时候 你登革日期一定可以控制得很好 我希望透过你这样一个建议 我们以后登革日不会再这样火烧屁股 那最重要还是中央一定要做到一件事情 这不管是只要登革日的防治 只要是真正钱用在刀口上 要钱给钱 要人给人 这是最基本的态度啊 这是人命关天啊 所以我是觉得是说 为什么这么十几年下来 没有一个常态性的 而且可以讲季节性的 然后一个 一个临边阻止 时间一到 他就自动启动了 小心登革日要来哦 大家开始注意什么事项了 中央就开始协调了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做 因为我们现在发现 既然整个登革日已经完全可以讲 本土化了 我们也已经跟这些埃及班纹啊 这些共生了嘛 只是它爆发都不爆发而已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防疫机制 一定要常态性的 我觉得这一次之后 我特别反省到了这一件事情 下一次有机会到行政院院会 除了要求他们 希望他们积极配合 组一个专案的一个跨部会的一个 作战机制以外 更重要可能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建议 一起向苏生昌院长反映一下 这个太重要了 而且苏生昌院长本身是屏东人 你看院长是屏东人 副院长陈基麦是高雄人 对对对 这个大家两个等于都是在 有可能的疫区里面 这个在这个城市 我觉得这个建议太重要了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意见 跟对登革日的防治 有效的方式 我觉得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所以我还是再一次要呼吁一下 我们高雄市民的朋友一定要把房子登革日当作一股 做好等大事 防疫 这抢救生命的一件大事 对 抢救生命 然后呢 所有市民朋友帮忙清楚 然后发现到可疑的房屋 可疑的工地 报废的房舍 还有一些年久时修 像一些菜市场啊 各个方面的石脚啊 那天我去看了一个 就是一个房子 看起来好多年都不忍住 对 连瓦片都破掉 对 所以我们就进去 里面常常这种地方就变成一个垃圾场 大家把瓶子罐子丢在里面 一积水就 那实在是太可怕了 对 所以我觉得市民朋友 大家一定要全力的携手合作 千万不能小看这些事情 对是 好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再进来 还剩几分钟 还剩七分钟 七分钟 七分钟 其实简单的 我们要不要谈一下其他的 可以啊 雨水下水到 风雨高枕为什么过去会淹水 还有 对差不多 我看其实 灯个热帐差不多 等下我再结个文 就是其实这件事情 刚才你讲的 我觉得我们应该由中央 积极组一个部会 而且这事情不能 因为马上 下来就立刻 暖冬啦 暖冬过完 立刻要 对对对 立刻要绝 好 我们等一下台湾这个再谈谈你这个 呃 陆瓶灯亮 水沟清 差不多七分钟左右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尤其轻于淹水这件事情 还有陆瓶 它原来到五千多个灯 坑洞嘛 嗯 你绝对不可能六个月处理完 先要跟他们讲清楚 我们积极处理有哪些 对对 你是算很会很有经验的 对对对对 好 你开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郝龙斌 现在在线上跟我们一起分享市政经验的是高雄市韩国瑜市长 刚才我们主要谈的议题是登革热的房子 以及现在高雄市处理登革热的状况 刚才韩市长特别提了一下 登革热既然每一年到了五六月 大家都开始担心 甚至每隔几年到九十月就有一个大爆发 我们应该在中央组成一个常态性的专案小组 每年在二月三月的时候就开始疫情防治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想法 我也觉得韩市长将来有机会再到行政院会 可以跟书院长具体提这件事情 我会的 因为第一次接触到就从这里面去思考 那思考完毕之后就变成我们开始要反应 什么事情的三段是发生处理和检讨 因为我发现这个不对 显然我们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有一段空窗期 不管是行政的交接或者政党的更换 你使得该做的工作被漏掉 其实这个不分任何政党 整个分个任何 就是这个时间就要启动 对不对 就是你好像汉光的演习 对 军队的演习 你什么时间不管谁当总统就开始启动 对 都是一样的 那我是觉得说中央政府这边 应该要赶快启动 像这样的一个 把屏东高雄台南一起那边进来 然后来知道我们 然后资源我们 然后各个县市政府也要全力去冲 对 那我觉得每一年可能一过完春节之后 三月份之后就开始 现在已经六月份 我觉得现在做 已经慢了但是必须要做 对 所以我觉得行政院这边我也会正式的来跟他们报告 是 就请他们赶快启动 类似这样子 其实这个事情 这有点像打篮球 对 就像区域联防 对 有点像打篮球 对 我们有整个三个县市 我们跑不掉嘛 对 对 赶紧就面对他 然后直接去医联防 对 看怎么解 而且只要有第一个案例 你马上开始就做灭纹 环境清理工作 这件事情就会有效的防止 其实这件事情刚才 国医兄在提 我在想 其实这件事情本来就应该列成 卫福部疾管署的一个年度固定的一个专案计划 甚至环保署每年二月就应该协助来出这件事情 甚至行政院的一个政委员或者副院长 就应该每一年二三月 就应该开会 把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的县市首长 甚至卫生局长 环保局长找来一起开一个会 来出一件事情 如果这件事情以后我们来在这里做 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具体做起来 以后台湾登革热 每年的病例只有几十个甚至几个 每年没有死亡病例 我觉得这就是功德一件 那当然这个人命关天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绝对不是跟政党有关的 跟人命有关的 对对对是 今天跟韩市长在谈 我们本来是除了谈登革热 还想谈一下高雄的市政 我其实讲到市长 最简单人家评估的三件事情 陆平 勾清 灯亮 现在我想可能这三件事情 对高雄市来都是一个挑战 而且我知道 因为李四川李副市长 我也很熟 当初他在台北也是协助我们做路平的 然后水沟清震事情也是在公务局上面做 我想这些事情你现在继续做 你的心得怎么样 这路平我们大概一定130多条的道路开始平了 但是不够 那天我特别坐摩托车 因为摩托车的骑士 他的屁股 你一起就知道 对 路平不平 最直接的 有感受的 就是摩托车 对我就坐摩托车 去感受一下 一条路下来 我们新铺的路 我屁股没有颠 但是旧路我颠了三次 一颠就很不舒服 对 但这个感受最直接 新的路来讲 大致上非常良好 第二个就是水沟清 这是个大问题 其实清淤很重要 一方面是环境的清淤 另外 其实我后来发现 淹水很多时候都是水沟不通的 没错 对 你像我今天当市长 过年到我放烟火 我可能放五千万放一亿 放完了 市民朋友很高兴 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 可是如果把这个钱拿来清沟 市民朋友看不见 对 他是下面 可是 假设我今天有五千万 或者一亿要做 我可能要清沟 因为我没有必要一个晚上的快乐 剩下364天没看到烟火 我不做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这个清沟 才发现这个问题的严重 我请了治水专家李弘元先生 他跟我说治标跟治本 他认为 以他专业判断 高雄光清这些水沟 然后把这个所有的淹水点的治疗 最少要两年的时间 你知道这个沟打开来 真的会害怕 这个下水都是两公尺 200公分 有的玉山195公分 那很多年都没做了 所以说我们的工人下去 用十字高 用圆窍去挖 挖不动 要用小三包 你看看 我没听过这种事 像我们在台北市 每一年固定 是由公务局来抽 抽下水道 然后市长要到底下去看 这个下水道里面是可以走人的 可以走人两公尺 一般人就一百七十公分 可以走 现在堵了一百九十几公分 那你一下水一定淹嘛 所以说我去年看到这个淹水 我就百思不得其解 我说这个水怎么会这个样子 上来以后 我们新团队就来了 先了解病医 才能下药 对症下药 这个开始挖 他预判要两年了 所以 压力很大 今年明年下雨的话 责任是你的 第三个路灯 是 我们现在大概还有十八万点路灯 我们是派六十个工人 完全是采取第三世界 那个 就是坑土的方法 去寻 然后里长打电话来 1999去寻 六十个工人 为什么要这样做 现在就是一个智慧型的路灯 对 所以这个十八万点路灯 我们在明年底前 全部要放 将来就是说 将来任何一盏路灯会坏 不用任何打电话 所有维护人 他的手机 他的APP 自动就有警告信号 然后 把这十八万点路灯 全部要自动化 因为高雄幅源非常的大 所以这十八万点路灯坏了 而且现在很多野犬 野狗 大概我们估计有六万只以上的野犬 所以像这种状态之下的话 一盏明亮的路灯 回家 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在每一间工作都要做 其实我已经看到 国瑜兄啊 虽然在高雄非常短的时间 六个月 他所有做的事情 真正掌握到一个做市长的重点 路灯 路瓶 勾清 灯亮 然后所有的疫情防治 还有观光 还有河川的整治 这些都是你非常好的一个绩效 在这里除了对你表达佩服之意 不敢不敢 也希望你市政顺利 登革的防治 能够真正透过你跟中央的努力啊 也希望中央能够真正做到 我当初在处理的时候一样 要人给人 要钱给钱 让你好好的把这件事情做好 那太感动了 如果中央这样讲 真的是太感动了 好吧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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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